主料,藕300克,五花肉200克,辅量,油,酱油一大勺,蜂蜜一勺,红腐乳一块,白腐乳一块,葱,姜,蒜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三十分钟到一小时,准备食材,藕具皮切成滚刀块,准备葱姜蒜,红方腐乳和白腐乳各一块,五花肉切成大块,锅中放适量油, 加入了五花肉煸炒,炒至五花肉外层六显金黄壳,加入一大勺酱油,再次煸炒至肉完全上色,加入一勺蜂蜜炒匀,加入了葱姜蒜片炒香,加入藕一起翻炒,当藕上色后,加入红白腐乳各个一勺腐乳草汁,一起炒匀,加入没过藕的水大火炖开转中小火慢炖,炖至藕转烂转大火收之即可出国, 最后手指忘记拍了,烹饪技巧,酱油,浮入汤汁,浮入都有鲜味,所以才是不必再放眼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